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丁丁说车,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价格的事 现在呢,我的手上有一瓶矿泉水,它的建议零售价是两块钱 我买过来呢,同样也是两块钱,因为我是在楼下的小卖部买的 但如果同样的一瓶水,你放到旅游景区就可能卖到五块,甚至是十块 那你买车的时候,同样有一个建议零售价的概念 就像我们如果打开丰田的丰银行APP 这个APP呢,是你用来买赛纳或者是汉安达的 打开APP之后,可以看到赛纳的建议零售价是30.98万元起 而汉安达呢,是26.88万元起 这两个建议零售价其实和上市的时候厂商指导价是一样的 但如果你具体打开之后,仔细一看 这个建议零售价下方还有一行小字 它写的是,成交价以您和经销商达成的协议为准 也就是说最终的成交价和这个建议零售价并不是相同的 那这两款大热的车型究竟价格怎么样 这次我们专程去广汽丰田CF店进行了一次安放 我们先来说汉安达 这一代的汉安达的确不像上一代车型加价加的那么狠 现在呢,汉安达没有加价的概念 但是它是有强制装潢你跑不掉的 强制装潢是6000元起 你强制装潢6000元了呢 但要等到5月份才能提车 如果你着急要的话,其实销售跟我说有一台别人不要的配额 3月份就能提 但你强制装潢要加到1.5万元 而塞纳的话呢,它没有强制装潢 但是的确是要加价的 而且加价的幅度高达6万元 如果你当场可以下单的话 销售跟我说 同样有一台别人不要的提前的配额 3月份是可以提车 但我要当场下定 提前的配额当场下定 另外呢,如果你要正常排队的话 要等到2023年才能提车 你以为等到2023年提车就不需要加价了吗? 不,这个加价6万元还是逃不了 那所以这两款车具体的落地价会是多少钱呢? 我们这里也以表格的方式来呈现给大家 那加价完全是由于共系关系来形成的 那像汉达的话 今天我们就不多说了 因为这台车其实相较前一代车型已经改善很多了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MTV市场在国内呢 是远没有轿车或者SUV那么大热的 那为什么经销商还有胆量给赛纳加价这么高呢? 那其实的话 赛纳之前是有平行进口版本的 平行进口的赛纳呢 售价高达五六十万元 而现在国产版本呢 常知道价至少只要30多万元起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这款车好便宜 就有一种好划算的错节 另一方面的话 赛纳现在产能的确是比较有限的 就导致了现在虚是远大于共的 也就是说有配额或者是有限车的经销商呢 就形成了一种期货可居的状态了 但是赛纳的产品真的能支撑得起这么高的加价幅度吗? 我看未必 同样是丰田的MPV 像Alpha的话 它同样也是加价的 而且有钱人都很乐意去接受 是因为这款车多少有些被神化了 有些人可能会把它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 而赛纳这么一款更偏向于家用的MPV 利用它去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 我觉得是不太合适的 而且它的内饰塑料感 我觉得很难说有什么档次感 再说一点的话 其实加价这一点也是体现在发票里面的 那公司用户买Alpha的时候很多会想到去抵税 而买赛纳的是以家庭用户居多 可能会想不到抵税这个概念 另一点的话呢 它要为这个加价而付出更多的购置税 所以我觉得你这一波加价的操作 是不是就算是在收割丰田信仰了呢 可能提到信仰 一些丰田粉又要跳出来说了 那丰田的车保质率都可高了 的确在保质率方面的话呢 我承认丰田大部分车型它的品质可靠性 都是有口截备的 但是你不能忽略一个问题就是 保质率它是根据厂商指导价来计算的 也就是说你卖车的时候 比同级别车型贵的那些钱啊 其实还远没有你买车的时候加价的钱多 所以光润保质率这一点呢也是不理智的 最后呢 丰田汉兰达之所以不加价了 其实有一方面的因素就是 它有一款一丰的姊妹车型 皇冠入放 我不买你汉兰达 我买皇冠入放也是可以的 那对于MPV市场的赛纳也是这样的 MPV市场今年的选项特别多 你就算不说老牌的实力选手像是别个G28 那也有韩系的新秀 比如说奇亚的佳华 或者是现代的库司徒 就连本田的新款奥特赛也上市了 如果你真的特别喜欢赛纳 非赛纳不选的话 非赛纳不选的话 那我觉得你反正现在加价也得排队 那还不如持币观望着 因为像是一丰的它赛纳的姊妹车型 也马上就要上市了 我相信那款车型上市之后呢 赛纳的加价不可能一直加下去的